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极限的求法中间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前面是无限大 后面也是无限大 无限大减无限大 答案的话是不一定的 答案的话是可能是任何的答案 所以的话我们的话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话 这个题目让我们做的比较简单 而且非常的明显的看出答案来呢 我们就要利用到的是 我们的话呢上下来我们看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的话呢 这是原来的题目 它的话呢是相当于是一当分目 我们上下同乘一个加的 为何要如此呢 是因为原来是减的 我们要利用的是这边有根号 a-b a加b等于a平方减b平方 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根号的部分给删掉 那我们继续做下去 a-b a加b来我写下去 这边的话呢是等于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看分子 分子的话呢变成a-b a加b等于a平方 我们的根号已经不见了 a平方减掉b平方那这边就是x的平方 分子的话呢分母的话部分是照超 这边是x平方加上2x 然后又再加上x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式的话呢 我们看起来的话呢就清楚了许多 我们发现的话呢 x的二次方跟这个x的二次方的话呢 可以做对销 于是的话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我们写得更加的明确了 现在的话呢我们的题目的话呢就更清楚了 我们的话呢趋近于无限大 上面的话呢是干干净净的2x 下面的话呢是一个根号 x平方加2x再加上x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如果同学的话呢 观念很清楚的话呢 这个题目到这边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答案是多少呢 这是一次 这个是一次 这也是一次式 你们看这是二次式啊 因为二次式开根号也是一次式 1加1上面是2 所以答案是1 那如果各位同学觉得这个地方直接写1 有困难的话呢 那我们的话呢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来我们来看一下解释一下 各位同学的话呢看我先把写1啊 好来解释一下 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我们要怎么样的话呢解释它这是1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话呢是 这边是x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算式 我们上下通通除以x 这样子的话呢会怎么样呢 上下通通除以x上面就剩下2 下面的话呢是 好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看得更明显了 现在的话呢这个地方看不出来 我们把x的话呢进入这个根号里面去 我们的话呢把x 进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要知道 进去的话呢会变成二次方 所以这边是1加上 这边的话呢x的二次方就会变成了 x分之二再加1 那各位同学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x分之二 这个部分它会往0靠近 所以分母是1加1是2 分子也是2 所以答案是1 这是我们的话呢对于这种提醒的一个解释 这种解释的一个解释